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的发言人华森 他就说 目前而言伊朗行凶的阴谋 与宾州涉案的凶贤库克斯 或者是其他人没有任何已知的关联 那另外特勤局的发言人讲说 我们不能对任何具威胁发表评论 具体的威胁 只能说这个特勤局我们很认真的看待威胁 并且要做出相应的回应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不是伊朗呢 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呢 他们讲说从伊朗的角度来看 川普是一名罪犯 必须因下令暗杀 这个苏雷曼尼 遭到法院的审判跟惩罚 那伊朗是会选择 透过法律途径将他审之以法 就是说不是我们干的呀 所以伊朗并不承认 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确恨他 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方式 大概表达是这样子 伊朗也严重否认这个川普 遭到这个暗杀未遂的事件有关 而且拒绝有关伊朗这样的意图的指控 说这个指控是你美国带有偏见 甚至带有政治目标跟动机的一个指控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想要 伊朗来背这个锅 变成有这个讨论的方向 那再来看一下 川普也在一个私人的谈话当中 他跟小甘乃迪的一个私人谈话讲到说 他当时发生的这样的 就是耳朵被枪打到的这个状况 他说很像被蚊子叮了一口 我们来听听 我们来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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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非常好 其实他召称 他说 他说 他怎么選擇 移动 移动 我看他说 如果我看他 他说 他说 我只是向一样 我没有得告诉他 他想要 所有人 我们在这国家 但是 但是Darkwood就轉了我的頭來看 把蟑螂拍出來 然後有些東西被插在 像是一個大大大大大大雞 那是 那是一個刀 那是一個什麼叫做 AR-15 那是一個大槍 那是很困難的槍 他是在跟小幹乃迪的電話通話當中 被錄下來他們對話的過程 他就說很像被全世界最大的蚊子 咬了一口 那的確他描述的很仔細就是 有點像是比方說我主持人 我是這樣子轉過去看這個看板 他是要轉過去講的時候 可能這樣撇頭看了一下 所以才閃過了那一顆子彈的意思 所以如果他沒有這個撇頭 沒有這樣子 為了要看了這個動作的話 可能那隻蚊子就直接釘在他的頭上了 那再來我們看看 昨天他也是在共和黨全台會 像英雄一般的出席 音樂也好 或者是那個緩慢的步調也好 再配上他的勝利握拳 以及他的右耳包上了紗布 現在大家又開始就是這樣的一個英雄形象 又要把他做成一些民音圖 就說感覺上面好像跟這個反骨 割了耳朵之後的字畫像有一點類似 大家就開始搞起二創梗圖 那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些民音風傳 也是讓他的這個聲勢又再衝了一波網路聲量 那再來現在共和黨全台會之後 其實維安也是蠻緊繃的 福斯新聞就報導 就光是在全台會周邊呢 就有很多的插曲 比方說有一個21歲的男子還攜帶AK-47的步槍 也被這個警方給這個抓起來 還有警方還開槍射殺一個持刀的民眾 所以感覺起來美國自己本身的情勢 因著選舉投票日越來越接近 真的是越來越緊繃了 那還有呢 現在川普的副手范斯 他們講說這個范斯 其實也是可以替川普加蠻多分的 經濟牌也好 或者是說他的出身貧困 然後又有非常好的商界的人脈 那我們看到范斯對於中國大陸的強硬態度 那外界講說跟這個川普的路線是吻合的 再加上他又可以打動白人勞工階層的行 又有這個商業人脈 他在矽谷投資 投資人的這些人脈也非常多 大家也覺得說他經營有成 他就提到了說 川普將會跟莫斯科跟基輔來談判 這件事情也可以帶來迅速的結束 就是這個俄烏戰爭可以迅速的結束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結束掉所有其他支支結結的 這樣才能夠專心來應對中國大陸 所以他其實也是跟這個川普一樣 是比較一個反中派的一個論調的 那他還曾經這樣譬喻過 這個中美的外交 這好像跟我們的這個 現在台灣媒體在報導的形象 又有點不太一樣了 他怎麼說呢 他講說這個中國跟美國 其實外交政策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都在講說 他很反中 但是他其實看待中國 也有他另外的解讀 我們來聽一下 所以他好像也不見得全然 就是一個完全的反中 因為他看待中國大陸 反而是覺得說 你有修路啊 修橋讓窮人有飯吃 這其實也是蠻實際的一個看法 那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川普當然可能是選舉語言 我就講說他當選之後 要對於中國大陸的關稅 變成百分之百 目的是新關稅 從百分之六十來調到百分之百 那將會把其他所有國家 全面調升這個進口關稅 其他世界各國也都太少 進口這些美國的商品了 然後另一方面他在講說 他是支持TikTok的 就是說因為你需要有競爭 所以沒有TikTok的話 你就只會有這個臉書跟Instagram 現在都是屬於Meta集團的 所以他已經不再是反對TikTok 但是呢 現在儘管逆風 拜登還是堅持不退選 我們來聽一聽 他就是常常嘴會飄 很想說這種不太吉利的話 那再來看一下 這個民主黨 我們看到這一兩天講說 好像銷聲匿跡了 沒有換燈的這個說法 原來是轉為地下化了 他們現在說不在檯面上喊了 我就私下勸說 拜登你退選吧 他們現在可能面對到 這麼逆風的一個局面 還是覺得拜登很難打贏嗎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 介老師 介老師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FBI 甩鍋甩的太遠了 其實事實上很多時候 你會接到很多線報 一下是誰要暗殺誰 或是哪裡有什麼線報 其實就情治單位 他們這些廣布憲民的 事實上非常非常多的線報 那可是問題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這個兇手是在現場 被擊斃 然後你說他是跟伊朗有關的話 那你可以查他現在的 他這個過去跟任何人的 接觸的記錄嗎 那事情一發生以後 媒體報導說 這個兇嫌他的電話已經被破解 也就是他過去的聯繫記錄 都可以聯繫得上 都可以找出來了 那這個才是 看他有沒有是一個 一個團體的行為呢 還是有人指示 還是他個人的一個行為 這個我覺得從他各的手機裡面 應該是有很多充分直接的證據 這個兇嫌 在他的很多同學 還有他的這些工作場合的人 認為他就是一個Loner Loner就是一個獨行俠 他是一個比較孤僻的 因為他在學校的時候 雖然他數學很好 可是在美國這種高中生的價值觀裡面 他是一個Nerd Nerd什麼就是一個書呆子 書呆子就是被霸凌的 美國人的這些價值觀念 你要是足球明星 對不對 你要是你要做一個學校 裡面的風雲人物 你是要運動好 對不對 你要其他課外活動好 你數學好 就要被人家嘲笑了 所以他事實上的話 你說他會跟這個兇手 會跟伊朗 會牽上線的話 現在他們也說了 沒有直接的這個聯繫 而現在這個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這件事維安上有沒有重大的疏失 FBI跟警方 當地的警方 現在兩邊互相在什麼 在這個甩鍋 FBI說 我們已經跟你講了 那個制高點 那個屋頂是最危險的 其他他們警方要採取任何的行動 警方就自若網文 沒有做什麼 可是FBI難道只是說 到處去指揮人家 然後用嘴巴來處理事情的嗎 這也不應該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變成就是說 當時事先就已經在發生事情 前幾分鐘就已經發現 這個兇嫌拿一把槍爬到那個身上 已經跟警方反映了 警方為什麼沒有反映 為什麼沒有反映 而且還有一個更害人聽聞的 就變成就是說 又有一個說法說 那個狙擊手 也就是保護拜登的狙擊手 事實上已經鎖定了凶險了 三分鐘 而且一直請示 要不要開槍 那上面就沒有給他下令 沒有下令 所以他們這個就變成 這裡面這一些問題 都讓人覺得很懷疑 那會不會是 這個體制內的人幹的呢 對 如果說是體制內的人幹的話 那這些跡象就有一點 有一點的 第一個 你的維安故意做出一個漏洞 另外一個就變成就是說 你反應 得到通知你反應很慢 第三個呢 你甚至你自己的狙擊手 請示要開槍的時候 你都不給他一個 不給他一個很明快的命令 讓這個狙擊手有從容的時間 開槍 射擊 這個川普 所以這些疑點 比現在突然扯FBI FBI扯這個伊朗 我覺得比較符合邏輯 比較符合常理 不過你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美國這個國家 事實上很會甩鍋 而且出了事情 也是東推西推的 這個調查可能已經開始了 可是會不會調查出一個結果 我是懷疑 因為美國很多這種案子 到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連這個甘乃迪總統被刺殺 道歉也不曉得到底誰殺的 不是 什麼是不是被殺的最目的跟動機是什麼 道歉也查不出來 好 請教育老師 現在甩鍋當然是了 因為有關於伊朗 2020 伊朗其實揚言要牙還牙 一眼還眼 已經講了四年了 就是川普用無人機 殺掉蘇拉曼尼 伊朗要報復這個事情 根本就不是新聞 這是甩鍋甩的講的 其實我講起來這個事情在美國真的是很難防範 首先就是說大家現在都強調這個事後的這個責任 大家什麼 但是我要強調三個理由 這個事情真的很難防範 首先第一個的話 就是美國的選舉要展現親民的一面 今天早上川普就是跟大家打招呼 就說耳朵沒事了 好多了 要故意要展現親民的一面 有時候還要看到媽媽抱著小孩就baby kissing 是美國選舉很重要的一個行動 美國人不能夠表現得像中國的領導人一樣 旁邊都是不滿了安全人員什麼的 感覺上不夠親民 就繼續在選總統 然後第二個的話請大家不要忘了 美國是一個有三億人有三億支槍 這種大槍 這種狙擊手的大槍 我跟你講這個克魯克斯他本身是一個槍擊技術很差的人 如果說是這個槍擊技術好的話 在那個制高點的位置一旦佔據的話 那我看川普不是世界最大的蚊子 恐怕這個腦袋會打出世界最大的洞 就非常準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因為我自己看他那個傷 我很懷疑是槍殼達到的 但是基於有上次兩顆子彈的經驗 我發覺插到皮好像確實是這種感覺 我還不曉得該怎麼講 但是總而言之美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環境 尤其是在這種親民的環境下 然後第三點的話 就大家都沒有曉得 昨天的話消息都是直指拜登 拜登的話講說川普說謊 道德低落 他是我們要攻擊的目標 請大家恨他 反正就講了很多 說他是靶心 對 所以說這個靶心Target 所以說這三個因素講起來 使得大家會感覺到 美國開始不安全了 因為以前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現在針對范斯講的這個話當中 我覺得他確實是 他是個加分人 都沒有問題沒有話講 但是他剛剛講的那段話當中 有關於外交政策當中 他用了一個字 就說美國的外交政策 光說不練 他用了一個字叫Moralizing 他講的話 就是說請大家仔細聽這裡面的內容 因為聽了好幾遍 我就覺得美國人終於有人說出實話 就外交政策要給修橋鋪路 要學到大陸這種做法 要給人家有實際的感覺 而不是光著講人權問題 什麼美式民主這些東西 這個沒有用的 反而得罪一大堆人 反而造成一大堆麻煩 所以我覺得范斯本身來講 當然我必須強調 他會覺得說趕快把俄羅斯 跟烏克蘭的問題解決 他是一毛錢都不願意花在 跟美國人無關的立場上 所以他這個立場上 跟川普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凡是有很多人要注意到 要是范斯的話 他一定會延續 我會認為范斯這麼年輕 可能會導致美國的政治的改變 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認為川普會當選 但是我認為范斯 這個副總統會接上去 好 請教店長 反正只要是要來選總統的 什麼事情他當初堅持了 都可以不堅持 例如說我們講到 有關於川普的TikTok TikTok其實川普自己 他就有TikTok賬號 而且他透過這樣不斷的 像年輕人訴說什麼 我們來看看這個裡面 他到底在講 他講的是小費不要上稅 所以我們講說 川普果然是很會利用 這個時間點 另外我們講到說 有關於TikTok的問題 當初川普可不是這麼講的 但是現在當Bluber 他訪問川普的時候 川普說沒有 我只是給大家一個選擇 大家要告訴國會 應該要怎麼樣選擇 所以其實這個政治人物 只要碰到選舉就開始轉彎 轉彎到最後 他選擇到了這一個副總統 這一個副總統 其實自己就有很多的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是非常激勵人的故事 如果他沒有去繼續的念哈佛的話 他如果 耶魯 對不起 如果說他沒有繼續變成一個創投人的話 他其實也就是 直接當兵回來 然後就變成黑手 這個黑手 他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白垃圾 可是現在以他的故事站出來 告訴大家 這些白人 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變得跟他一樣 甚至我們剛剛講到說 有關於 他曾經擔任過創投人 那氣股投資人 他可以從加州拉到多少票呢 我們曾經看過一本書 從0到1 這個彼得提爾寫的這本書 他就站出來 現在開始他就因為了 這一個犯思 他現在要支持川普 所以我們這樣講 選對一個人是多麼的重要 另外 我們講到說 有關於Ttalk的這個事情 其實也就變成沒有真相了 大家其實只是看到是中國大陸就反彈 如此而已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忙 來 好 現在看起來最新的民調都顯示出來 這個川普的贏面真的比較大 已經有拉開一點這個差距了 那就連CNN的主播 據說他也是這個民調專家級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約翰金 Junkin 他就講說如果今天舉行選舉的話 川普就要贏了 我們來聽一下 如果他就贏了 他就贏了 他就已經有了 他會有272選票 他會有272選票 現在 川普正在領域 然後川普正在領域 然後川普正在領域 領域 領域 但是他在領域 領域 川普正在領域 或者更多選舉票 那就是他們相信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因為這個川普 可能臨危不亂 真的是打中了很多美國人心裡面 那個崇拜感 那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大局的翻盤了 有可能會獲得330張 或是更多的選舉人票 對於美國來說 可能這個現在目前選情大勢底定 當選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但是呢 川普的一番話 卻又讓台灣人驚慌起來 因為他講什麼呢 他說現在要跟台灣來收保護費了呀 他都還沒有當選 他都還沒有上任 但是他現在因為大局底定 已經要開始跟台灣要收保護費的話 先講出來了 他說呢 這個台灣拿走了所有的晶片業務 還要我們提供保護 那台灣就應該要付保護費呀 他們百分之百 奪取了我們的晶片事業 我們奪得 我們我們之之苦苦 很努力的發展這樣的一個晶片產業 就是他現在說我們是奪取的 那所以應該要付保護費 他說我們是有多蠢呀 他把我們的晶片事業都拿走了 他們台灣非常有錢 有錢就該出錢 那過去在2020年的時候 波頓也有爆料過 說對於川普來說 他其實看待台灣 那時候大家還沒有認清楚 他到底看待台灣是怎麼樣子 覺得說應該很重視我們 那波頓講說沒有 他說在白宮的橢圓辦公室裡面比喻 他說那張歷史悠久建議的大型辦公桌說 這是中國 然後拿起手上一支筆的筆尖 我這支筆還比較粗 這是觸控筆 是細的那一種筆 原子筆的筆尖 這個是台灣 所以對於川普來說 台灣好像並不是他真的那麼看重 其實對他來講 台灣就是一個中美 在較勁當中的一個棋子而已 我們就只是一個原子筆筆尖被拿來使用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而已 那再來他就是現在目前的 這個共和黨的新黨綱 也同樣沒有提到台灣 所以大家就講說 這個共和黨的黨綱已經簡化 但是他們眾議員就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在任何方面排除台灣 那連巴爾都出來講說 川普還是會強化台灣的安全 但是強化的背後是不是是有代價 是要交保護費的 那還有川普過去其實就是如此 他很在意錢 就是說你要我保護你可以 你要如何如何可以 錢先拿出來 商人的本性嘛 就是我不做賠本生意 我保護你可以 但是你必須要付錢 在北約的時候 他就曾經這樣開炮 2018年的時候講說 你們的國防支出預算 應該達到2% GDP2%的目標是不夠的 應該要提高到4% 是有這樣子喊出來 所以在德國的國防開支 大概只佔了1.3% 川普就認為說 你這個嚴重拖延了開支目標 所以就把從德國這邊 撤走了數千名的美軍 後來國防部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就把這個駐紮德國的1.19萬美軍 重新安置到其他地點 所以他是說到做到的 你不付錢我真的就把人給撤走了 那在2019年的時候 他又把目標從北約轉向了日韓 因為日韓都有這個駐軍嘛 美國駐軍 所以他就講說 我們這邊的一些軍費 你們得要來買單了 艾斯培跟這個政經斗會面 表達說南韓應該要支付更多 駐韓美軍的經費呀 數字高達了74億美元 暴增5倍 還有呢 川普同樣也是跟日本說 要了5倍的軍費 那日本也是拒絕的 但是 好啦 日韓可能還可以有討價還價 我們台灣有辦法嗎 賴清德有辦法拒絕美國嗎 不曉得 現在是要有待觀察 那 今日烏克蘭會不會明日台灣呢 現在對於共和黨來說 烏克蘭好像 他們並沒有很想要繼續撐下去 塔斯社有一個報導 就說川普準備要跟普京對話 結束烏克蘭戰爭 他是要跟普京 看清楚 他不是找澤倫斯基 他是要去找普京對話 那他說呢 無庸置疑 他不會在有任何中間的情況下 他會直接跟普京來對話 那還有 范斯也曾經有在2022年 接受專訪的時候講說 我真的不在乎烏克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認為烏克蘭就應該要 割地向俄羅斯求和 而且他阻擋 美國援助烏克蘭 610億美元的軍援案 其實也沒有毛病啊 就是對於共和黨人來說的話 他們並不想要把錢 花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要讓美國再次強大 所以他們的論調是如此 那你看看現在看起來 川普跟范斯的這樣的一個組合 已經讓烏克蘭跟北約都直冒冷汗了 范斯過去在金融時報也有投書 他說美國無限制幫歐洲 提供安全保障時間太久了 我們現在美國的國防預算 每年一兆美元 我們應該把歐洲 沒有在國防上花費的資金 看作是為了保障歐洲安全 對美國人民徵收的隱形負擔 意思是說沒有道理我們美國人的稅收 去保護你歐洲 那責倫斯基現在怎麼看呢 責倫斯基可能就講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不擔心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要跟共和黨合作 可是共和黨沒有打算跟他合作 我們先來問一下 介老師怎麼看 川普真的會頂台灣嗎 所以那些相信美國會頂台灣到底的 每天跟著美國人喊 台美關係堅若磐石 這些人夢該醒的吧 不要自欺欺人 人家川普都講得那麼明了 對不對 犯斯都講那麼明了 安全 這個能不能生存要靠自己 要靠別人永遠都不可靠的 對啊 為什麼有一些人就相信說 台灣的安全靠美國就安 大陸也不敢打 誰也不敢怎麼樣 就天天在那邊幹嘛 挑釁 然後天天什麼 把他的個人理想 用這個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 生命彩彩做他的賭注 一切都想要去賭博 我覺得這些人都該醒一醒 不過最需要醒是我們台灣民眾 川普都講這麼明了 川普講了三點 他說 台灣距離美國萬里之外 距離中國大陸只有百里之遙 根本很難去打這場戰爭 美國想要幫台灣 這個戰爭能打嗎 對不對 根本就是很困難的 不切實際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他說 大陸對台灣是有決定 絕對的決心要拿下台灣的 你美國 你美國幹嘛去繳這個局 大陸是一定要拿台灣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美國 你為了所為何來 對不對 去跟大陸硬碰硬嗎 那回過頭來呢 他說台灣這麼有錢 對不對 台灣這麼有錢 還把我們的晶片業全部偷走 他是用stolen 他是用的是偷走 把美國的晶片產業全部偷走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保護費啊 對不對 他這麼有錢 還要依賴我們 要依賴美國 美國為什麼要傻瓜來 來保護台灣 意思就是說 那保護可以啊 給錢 我就保護你 所以這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另外他的范思是一個 在所謂的國際問題 外交問題上 比川普算得更精的 川普還沒打過仗 這個范思是 十幾歲高中畢業 都就到伊拉克戰場打過仗的 他常常在懷疑 就是說他在戰場上 看他的同袍 走出去抬著回來 說他就要懷疑 美國幹嘛做這種傻瓜絲 所以他從頭到尾 不贊成美國替人 出兵啊 一個川普加上一個范思 你這個賴清德還做什麼夢啊 不要再騙台灣人了啦 自己想辦法保護自己 那就是不要跟大陸去對著幹啊 兩岸和平 我們在台灣大家就怎麼講 就在台灣可以做一個 在這邊安身立命 你天天去挑動大陸 靠美國挑動大陸 美國根本不可靠 你還去挑 真的是愚蠢之急啊 好 請教袁老師 這個川普講的話 因為他一定會當選 我做一個延伸的解釋 川普基本上 以一個商人的態度 提出來對台灣要錢 你台灣給還是不給 你一給 哇 不得了 因為台積電賺錢 跟我們賺錢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我們就是零死薪水的 那你捨不得給的話呢 大陸給啊 那就完蛋了 你要了解啊 川普講的意思就在這兒 這個純粹對美國來講是一個交易啊 其實大家應該要了解啊 那個川普到處啊 威脅利益又基本上都是在要錢啊 然後大家以為說他會找一個副手 可能稍微緩和一點 更嚴重啊 這個犯事不但是跟這個台灣要啊 對上大陸 對歐洲 然後我覺得他裡面強調了一個觀念 講起來在美國真的是有普遍的認同 我最近看到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支援烏克蘭的錢啊 開口閉口幾百億上千億 然後我們自己夏威夷發生了一個火災 到現在需要五億美元的這種救助方案 重新建設居然遲遲沒有動工 因為沒有這個錢 那這個這個范斯他基本上講的話裡面的 跟川普不但是如出一轍啊 而且更嚴重的情況下就是說 他要走回美國原來保守的孤立主義的道路 我覺得他們會共同宣布美國新的門羅宣言 就是說這個門羅宣言南美洲的事他都不管了 就是因為美國 美國本身啊他得天獨厚啊 世界上發生戰爭很難打到美國本土來 你們隨便怎麼鬧 但是美國他們心裡非常清楚 我們從小在這個記憶當中 只要世界越亂美國越穩定 那相對而言美國的情況就非常好 那現在美國自己搞手 把自己這個亂源搞到自己國家內的話呢 就是美國的反感已經非常嚴重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會認為 這個川普他當選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那麼對於這個范斯來講的話呢 面對中國的態度會使得他們對台灣的態度也非常明白 但是他不會替台灣做任何事情 他會叫台灣自己花一筆保護費 就是說因為那個川普曾經說過 就是說我們保護你們歐洲什麼台灣這些東西 基本上除了以色列以外就像保險一樣 你們可以買半險跟全險 半險就根本就不管了 那全險的時候看看我們到時候要不要來 所以都搞得非常模糊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 我同意介大師講的台灣人的夢可以形象 好來請教建長 我們講到這一個副總統他到底有多孤立 他的對於這個外交政策他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他在二月份的時候慕尼黑會議上面 他特別強調了美國優先的一個外交政策 而且他講說歐洲國家應該自己來進行軍事防禦 然後特別是在製造業的部分承擔更多的責任 這樣美國就可以把資源轉向到亞洲來 意思就是他要應對中國 但是他真的有要應對中國嗎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對於烏克蘭他表達的態度非常清楚 他說他有條件的支持 但是他話說了半天 他的有條件的支持 其實就是他要退出烏克蘭的戰場 那也就是說他最後在今年的五月昆西研究所的 也就是智庫發表演講的時候 他講的也就是他希望以色列人跟遜尼派 能夠管管他們自己的世界 然後歐洲人管管他們自己的世界 然後他們要注意東亞 也就是其實范斯他非常注意 有關於跟中國大陸的競爭的部分 但是哲倫斯基要當心一點 那哲倫斯基一直不願意坐上談判桌 那這當然是有他的背後因素 為什麼 因為前線已經如果按照前美國國安顧問的說法來講的話 現在烏克蘭已經陣亡60個官兵了 然後有40萬的官兵重傷 那以這樣來講的話 那他如果現在他要談和的話 他如何向家屬交代 他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 那至於說對於台灣來講 剛剛無論是介大使或者岳老師都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們來看看 川普是怎麼說的 川普說他們希望付錢 那如果不付錢的話 那你們得自己靠自己 我們台灣付的錢還少了嗎 我們買了你們救世的裝備 你們不要的裝備 我們還買了少了嗎 那個魚叉飛彈不是嗎 那我們還買了火山布雷系統不是嗎 你們還要丟給我們什麼樣的爛裝備 然後你們說要送我們的 救世防彈衣跟海用機槍 那個我們台灣不能自己做嗎 所以這樣的算盤打下來 我們再繼續的跟中國大陸叫囂抗衡 想要當代理人恐怕非常危急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全球都在聚焦說這一回的三中全會 7月15號到7月18號正在舉行當中 那現在目前有一個最新的消息出來是什麼呢 三中全會都還沒結束 但是美國的重量級的企業高層 現在已經在揪團了 很急著要趕快知道說 三中全會會有什麼樣的一些新政策出台 去獲取第一手的消息 這是南華早報得到的一個獨家消息 他們說這一次是由美中貿易的全國委員會來安排 將由總裁 董事長主席還有聯邦快遞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來率團 那這一次也是這個等於說頂尖CEO團 包含了像是高通 星巴克 Nike 還有高盛 Honeywell 還有聯合健康這些公司都在大陸有非常龐大的業務 一群重量級的美商高層將會就在下週就出發 這個18號就會結束的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他們要趕快過去看一下這一次閉幕會之後 跟中方的一些官員會面要獲得第一手的資料 要知道接下來中國大陸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經濟發展的方向 他們能夠怎麼樣搭得上 或者是說他們要做一些什麼樣的一個因應 甚至是要拓展市場 那當然我們看到IMF也有一個新的消息出來說 大陸今年的經濟成長 它又調升了 那明年也會調到4.5% 他們展望報告就是對於信心市場 還有發展中的經濟體的一些成長預測 這一次呢 他說主要上調的動力就是來自於亞洲 特別是中國跟印度強勁的經濟活動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2024年的預測上調到5% 由於呢今年第一季 私人部門的消費反彈跟出口非常的強勁 那的確中國大陸最近拿出來的一些經濟數據 蠻多都是讓大家覺得說 哇這個是展現經濟的這個回溫跟復甦力 那全球有七成的訂單都被中國拿下 這是哪一個產業 原來是造產業 今年上半年的造產業 哇交出很亮眼的成績 光是新的訂單量就達到了5422萬這個載重盾 就去年同期增長了43.9% 快要五成了 截至6月底呢 手上的訂單量有17億的載重盾 年增38.6% 那還有呢 這個全球18種主要的船型當中 中國14種船型的新接單量 都是全球第一 所以這個造船業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啊 再來看一下這個林健 這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他說相信呢 大家看到這個中國大陸經濟上半年的這個數字 一定都有同樣的感受 就是交出一份可圈可點的半年報成績單 在不確定跟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這個全球經濟當中頂住的壓力 發揮了穩定器跟動力源的一個主要作用 那對於美國來說 為什麼美國企業這麼急著要過來 就是因為其實美國對於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依賴是非常的高的 日本的媒體在講說 你看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晶片出口管制 但是數據顯示出來 他們反倒是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光是這個美國兩間代表性的晶片製造設備商 就有在中國大陸市場 就佔了它全部的銷售量的40% 那你看看 他們還講說如果華府沒有限制 恐怕這個業務佔比會來得更高 未來10年這樣子的成長恐怕會到達203 哇 所以非常的高 如果說沒有這個晶片法的話 搞不好他們到時候的產能比重將會下滑 從這個14%下滑到8% 也就是說未來你沒有這樣的一個大陸市場支撐的話 恐怕美國自己晶片也要被邊緣化 那另外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在軍事上面 南海的衝突也持續的在跟美方 好像也是這個僵局僵在這邊 那主要瞄準的就是菲律賓 中俄的軍演在南海 現在也要回擊一下 因為美國的這個聯合力艦2024 不是說模擬了一艘 好像大陸的這個軍艦把它擊沉 現在中俄也是 同樣他們也是假想摧毀了敵方的潛艦 給你回敬一下 那還有萬噸的海上醫院突然開往南海 瞄準的是馬德雷山號 你在那邊坐攤很久了 他們現在這個第二艘萬噸級的遠洋醫院船 思路方舟號現在奔向了南海島礁 那這個專家就講說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要用一個輿論壓力 就說你會污染嘛 影響到那一邊的海域 所以應該是要合理的把它給拖走 那大陸的專家又講說菲律賓啊 我們現在在跟你下最後通牒 如果不配合的話 我們到時候不好意思 我們就直接處理了 直接把你這個坐攤船 就用這個直接行動把你給處理掉了 好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介老師怎麼看這個 現在美國企業好著急喔 這會都還沒開完 已經要組團趕快去 因為這個這次會議三中全會 它主要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進一步開放 整個國家的進一步開放 它會有一個五到十年的一個規劃 那所以這個等於說是設定一個目標設定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文件也就是一些 這個說所謂的深入改深化 全方面深化改革 然後這個開放進一步優質開放 它有一個決定的一個文件 就叫決定 那這個文件事實上 它之前會之前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從這種基層一直往上送 把各種意見 一直這樣用它是說透過一個黨內民主的程序 進行一個充分的討論 所以呢這個討論已經相當長時間了 這次三中全會就是要把這個文件 把它透過全會這一個權威把它定掉 定掉以後中國大陸整個國家 不管是在貿易經濟 金融 然後環保 製造 然後服務業 然後還有教育 還有全方位的文化 社會 全方位的一個深化改革 然後持續開放的 這兩個大目標之下的 一個具體目標的設定 那我想這個中間又會 尤其在這個市場 尤其金融市場 甚至這個租稅 然後這些 還有這些 製造業各方面 環保方面的這些 允許外資進入的管道 一定有很多新的開放項目 所以這些美商就已經迫不及待 要趕快在第一時間搶下一些標 搶得先機 最好跟中國大陸的高層 拿到一些好的項目 那所以就是說 中國大陸就這個市場來講的話 還是世界上 就是說對於投資者來講 會或者製造業好 服務業好 等於最大 最有潛力 而且也是最穩定的一個市場 因為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它不像現在美國或者歐洲 甚至他們深受 他們整個經濟發展 受到政治的干擾因素太多了 那這些政治干擾因素 都是用經濟作為代價的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 政治是很穩定的 那而且這個基本上 他們這個規劃 也是非常有遠見 然後呢 會確實可以落實的 所以你就看到這些 外商已經迫不及待了 另外我要講一下 這個吳士淳 吳士淳他 中國大陸學者 最後講 他是中國大陸南海研究院的院長 他在南海研究 這個南海事務上 他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那很多年 他都在研究這個南海問題 所以他這個講話 我覺得就顯示 中國大陸真的要對 那個馬德雷三號 下出最後通牒了 可能相當於官方的立場 官方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 現在壓力很大 好 來請教舰長 剛剛談到 也就是思路方舟號 現在到了南海 可是他到南海是去做什麼呢 他是要去解決 馬德雷三號嗎 其實不是 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思路方舟號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這艘船 來觀察一下 就是楚壁 永蜀 美濟 這三個島礁 它的吃水到底有多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思路方舟號 它基本上是14300噸的這個船 那也就是它吃水的 應該是在7公尺以上 如果它都可以進入 楚壁永蜀美濟的這些港口的話 那也代表這些港口 實際上來講 它的深度 是可以提供 這個萬噸級的 這個船舶停靠 雖然我們之前已經看到 美濟有靠泊055的萬噸驱逐艦 那這些船去幹嘛 我們講到說 在南海有很多的島礁 上面都有非常多的 解放軍的駐軍 還要去為這些駐軍 做進行相關的體檢 然後而且 它會帶著所謂的 文藝演出 就是例如像我們台灣的義工隊一樣 他們稱為這個叫做 健康送海疆 所以其實並不像我們大家講的 至於說要怎麼樣處理 馬德雷3號 我們來看一下 馬德雷3號 它現在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它其實鏽爛成這個樣子 它鏽爛成這個樣子 它其實不能用拖的 因為一拖就四分五裂 一拖四分五裂之後 你就更難處理了 然後現在又在講 中國的自然資源部說 馬德雷3號它其實 就是排放污水 然後造成各種的一個 珊瑚礁生態破壞 如果去直接拖 那也就讓菲律賓反手 可以說這個破壞的是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沒有其他的方法 當然有 各種工具很多 我們來看這艘船是什麼 這艘船其實是 那個 因斯塔號 它在2018年的時候 進行了 北約的三叉級操演的時候 然後就 因為 因為 跟其他的 郵輪碰撞之後 它為了要避免沉沒 然後它就擱淺了 擱淺之後我們看到 來釣的這些船 雖然不是中國的 但是都是在中國大陸製造的 如果說今天要把瑪德雷3號拖下來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也就是它下面會放各種的福袋 然後讓它浮起來 有一定的福利之後 就由這些拖船直接把它拖下來 那現在大家對於解放軍有各種想法 可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他們現在在白令海 有拉薩艦編隊 在台灣東部的菲律賓海 有山東艦編隊 我們看看 這是昨天所公佈的 山東艦編隊的一個操演的狀況 他這一次沒有去關島 他也沒有上到白令海 他就在台灣的東南這裡演練 國防部有跟大家講嗎 其實沒有 那他在這裡的演練 其實跟我們台灣所看到的這一些 有關於西南防空識別區 為什麼基建這麼多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怎麼說我們來看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7月10號山東艦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有各種的空中兵力 這些空中兵力做什麼 也就是海空對抗操演 所以我們看到解放軍的 這些軍艦不斷的溢出 其實對於我們台灣是危險的 但是山東號真正的目標 其實是反介入 而不是對於台灣 好 來請教袁老師 這個山東全會非常重要 是涉及到經濟當中 最主要的主軸 就是深化改革開放 雖然您也講說 大陸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 但是我必須強調這兩個季度當中 是從5.3到4.7 現在接下來預測是4.5 換言之對大陸來講的話 經濟要保持一定的發展動能的話 非常重要 我用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美國的企業到中國來集體訪問的時候 大家不要當成是一個單方面的 因為美國目前為止的話 高科技的部分對大陸有所限制 有所打壓 那麼這是明確的事實 但是美國另外它的優點還是很多的 比如說美國的管理的能力 美國的企業的管理能力 對於大陸來講的話 他們的投資 增加了就業的機會 其實以嚴格來講起來的話 我必須強調 這個不能夠一向情願 美國人看到中國人的市場這麼大 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的話 人又工作很勤奮 那麼對大陸來講 這個需求是互相的 大陸會得到了兩方面的好處 第一個的話 就是跟在美國如此打壓的情況下 維持了一定的交往的關係 另外的話 大陸跟美國在學習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Starbuck 西巴克 大陸就是慢慢的養成了大陸喝咖啡的文化 大陸現在就出現了瑞幸咖啡 那個瑞幸咖啡本身來講的話 它很多地方 因為咱們中國的創意可能 不一定來得像美國那麼厲害 但是按照這個創意底下發揮 應用 山寨 這個能力其實蠻強 而且我必須強調 瑞幸的咖啡還不只是山寨 它也是創意無限的 當然這種例子非常多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在整個美國的企業當中 到中國來講 它帶來了非常多的一個觀念 因為大陸現在一般的民營的話 如果你的量不夠大的話 你在經營起來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我所謂的不容易的話 就是說有很多對於這個企業的 這個民營企業的要求上來講 不像美國的投資會這麼大 所以說這個也是顯現得出來 美國在這邊有發揮的空間 必須要了解了 就是說是這個 這個是大陸希望 美國的企業來 所以說這個三中全會開完以後 深化改革開放 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線索 另外對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有兩點 也是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美國本身